等郭老师您可以停止分享一幕 影像还是分享您的画面 郭老师 对哦好了可以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 这个整个中文长次 最后一个长次就是 我们有两位讲者 分别是来自刚刚介绍过的 中科院国家科空间科学数据中心的 袁亚琴老师 还有中科院计算机 网络信息中心 标示技术应用实验室刘家主任 然后这两位会带来 今天的主题是CSTR 中国科技资源标示符 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科 空间科学数据中心的应用跟实践 那欢迎两位老师 那我就先把时间交给袁老师了 袁老师请 好的我先投一下评 稍等一下 现在是全评状态是吗 各位参会老师大家好 那么下面由我代表我们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 介绍一下中国科技资源标识 也就是CSTR 在我们数据中心的具体实践 那么这次会议的主题的话 是围绕着PIDS 也就是永久标识服务开展的各类讨论 目前学术卷使用的最广泛的PID 我在这里大概的是列举了一下 然后包括刚才郭老师讲到的数字对象的DOI 还有郑老师提到的科研人员Ochid 以及各种刊物的ISSN 还有我们那个特定领域的一些永久标识服 那么我们国家这些年呢 也是在这方面开展了相关工作 并且从国家层面推出了一套科技资源标识 也就是今天要介绍的CSTR 那么CSTR的话是我们国家通过科技部编写的一套 科技资源标识标准 适用于的话是各类科技资源的编目注册 发布查询维护等统一的管理 左边我屏幕的左边的话呢 是给出了这个标准 所针对的具体的科技资源的类型 以及各个类型的代码 然后可以看见 然后是包括了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研究实验基地 还有植物 动物物种 微生物 还有科学数据 然后科技图书文献 科技成果等等 那么我们数据中心的话呢 主要是针对第11类 然后是数据资源进行一个注册 那么CSTR的话 它在管理体系上的话 是主要划分了三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的话是标识主管机构 这个是由科技部基础调整平台 进行一个统一的管理 主要是负责制定相关的标准规范 还有规章制度 然后负责国家节点的运行 负责各个机构的申请审核等 第二个层级的话 主要是负责资源的标识的注册 解析管理技术知识等等 目前的话我了解到的是 代理机构主要有三家 包括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中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还有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那么待会的话 我们中科院网络中心的刘家老师 会对这一部分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然后第三个层级的话 是标识注册机构 这个是由主管机构进行一个审核 然后给各个注册机构分配一个唯一的机构代码 像我们的数据中心 还有一些国家图书 还有一些图书馆 这些都可以申请成为那个注册节点 在CSTR的标识符的编号规则上 在PPT的右边可以看见 它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 包括了CSTR的这个代号 然后是第二个部分是注册机构的代码 还有注册的资源类型 以及那个内部编码 那么右边的例子呢 我是给出了两种 两个不同的注册机构 然后针对两种不同的资源类型呢 进行了一个标识的注册 像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数据中心 对数据资源的一个注册的 CSTR的一个解释地址 那么下面的话是一个植物所 针对一个植物物种的一个标识符的注册 那么不同的资源类型 在注册的时候 那么所需要的原数据信息 应该是不一样的 我左边的是列出了 我们在针对数据资源进行注册的时候 所需要的一些注册原数据信息 然后包括数据级的名称 还有它的标识符 以及它的提交的日期 还有描述信息 关键词 以及服务机构的一些信息 注册机构的信息等等 那么刚才我介绍了 主要是CSTR的一些基本情况 下面的话 我将介绍CSTR 在我们数据中心的一个具体应用 首先的话是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数据中心 那么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呢 它是一个领域的数据中心 面向的是空间科学领域 它的前身的话 是1988年在WDC的框架下建立下的 并且在2003年的时候 申请成为了WDS的正式成员 在2019年的时候 被科技部和财政部认可为了国家数据中心 这也是我们国家空间科学领域的 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数据中心 主要涵盖的学科领域化 是下面列举的五个 包括了空间物理 空间天文 月球与行星科学 空间地球科学 还有空间工程与应用 那么我们数据中心的主要工作的话 是开展数据的汇胶管理 以及为用户提供专用的数据分析和使用工具 开展数据的开放共享等等 希望促进领域数据应用的生态环境的形成 我们数据中心的话 作为一个注册 数据的注册机构 也是制定了我们的内部的一个标识编码规则 然后这个规则的话是包含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前缀和后缀 那么以CSTR的为例的话 我们的前缀的话 是CSTR然后冒号14804.11 那这个14804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注册机构的一个唯一的代号 11的话就代表了我们是针对了一个数据资源进行的注册 那后面的四位 四个部分呢 那么可以看到分别对应的是学科 二级分类 还有一个顺序号以及版本号 以图片的右边的这个例子为例 那么我们所注册01.04.001的话 这个呢就是表示我们是针对一个空间物理与空间环境中的辞呈数据 所注册的第一个数据机 那它的版本号的话是01版本 然后第二个例子的话 是我们针对了论文关联数据进行一个注册 那么论文关联数据我们给出了二级分的代号是99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这个版本号 那么我们数据的版本升级的话 主要是基于一个处理算法的升级 所以进行了数据的版本升级 那升级之后之前的数据的版本仍然是保留的 新版本的数据的话 我们是作为一个新的数据机 然后进行一个新的注册 这样的话我们是保证了每个版本的数据机 都是可发现和可获取的 数据的我们数据的标识工作 也是嵌入到了具体的业务流程中 那么我们的数据业务流的话 主要包括了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数据的汇交 也就是数据的提交 然后包括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数据的管理 还有数据的存储 最后是数据的开放共享 在数据的汇交过程中的话 我们是针对两类汇交的数据 包括了项目的数据 以及论文关联数据 是分别制定的汇交工具 以及汇交流程 那么针对项目数据的话 我们是制定的数据中心的核心原数据规范 就是左边所列举的这些 那么我们的核心原数据的话 包含数据的永久标识符 还有它的学科分类信息 以及服务机构的一些信息 还有作者的一些信息 以及它的这个数据的观测 观测台站的一些信息等等 那么用户呢 按照我们所给出的这个 核心原数据规范呢 在我们的汇交系统上 进行这些原数据信息的填写 并且进行数据辅助文件 数据实体或者说是软件工具 一个上传 在我们在右边这个图上可以看到 我们在那个原数据填写信息页面提供了 永久标识符的一个填写 那么这个是考虑到 因为有些提交来的数据 它可能之前已经注册过了 唯一标识符 所以如果注册过的话 那么用户只需要在这个地方填写 之前注册过了 那么如果没有是没有注册过的话 我们会在他提交之后给他自动分配一个永久标识符 针对论文关联数据的话 我们也是提供了一个中一文双语的一个提交平台 那么用户经过登录之后 可以进行一个数据提交 同样的话也是包括了原数据信息的填写 以及数据实体 还有说明文件的上传 用户提交之后 我们通过审核之后 会进行一个数据标识符的自动注册 以及数据集的一个发布 那么在数据的管理和数据的存储上 我们是会进行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数据质量审核 原数据编辑等等内容 并且开展数据集和数据券的制作 在数据存储方面 我们进行了三级存储 以及远程的异地栽培 这样的话就是保证的数据的安全性 最后是数据的开放共享环节 那么是对于用户汇交 或者说提交过来的数据 我们在发布的时候 会基于之前所提到的这个核心原数据 然后提取出每类唯一标识符 在注册的时候所需要的原数据 然后就通过我们的接口 开展一个自动的注册 那么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会将数据 还有我们的数据目录 都会在相关的网站上进行发布 并且在数据局的响起页面 是会给出我们所注册的标识符 那这个呢就是 就是提供了一个 我们的数据注册的时候 我们CSTR是利用了网络中心 提供了一个 网络中心代理机构 提供了一个注册平台 那么这个注册机构的话 是提供了三种注册的方式 包括在线 还有批量 接口注册 前期的话 因为我们的系统还在搭建当中 所以我们主要是开展了一个 更多的是一个在线 还有一个批量导入注册的功能 那么现在随着我们的系统的 正式的建议 然后我们现在基本都是采用了一个 接口注册的方式 右边的话 这里的话是展示了一个 我们在数据集的详情页面 给出了我们的 所有注册的数据的 唯一标识符的信息 然后底下的话 我们又接出来 其实我们底下也给出了每一个标识符 它在具体的 针对每一个标识符 在使用这个数据集的时候 那个详细的那个引用的规范 最后的话这个是 是提供了一个我们的数据集的一个 发布的一个面 然后左边的话是我们数据集会在 我们数据中心的中英文的 门户网站上进行发布 然后相应的我们的数据目录 会在中国科技技术条件平台 还有中科院数据云等 这些网站上进行发布 那么这样的话是就是能够让用户 通过多个渠道都能够链接或者说找到我们的数据的获取页面 同样这样每一个页面上 每一个数据的页面 包括数据目录或者数据详细页面 都是给出了唯一标识符 以及数据的引用信息 那么最后我对今天的讨论做一个简单的小节 首先是我们国家是构建了自主的科技资源标识服务体系 那么也制定了科技资源的标识解析规范 提高了我国的科技资源标识的自主管理水平 第二的是我们数据中心在数据业务流中是开展了多标识符的 嵌入式的应用模式 然后是支持了科学数据更加规范的管理和服务 最后是我们是希望基于CSTR还有DOI等这些涌解标识服务 以及相关的原数据信息 为用户实现跨领域跨中心的数据发现和交叉应用 然后最后一个也就是刚才郭老师也提到的 希望做一个增值服务 那么是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 然后也了解到我们的服务最终是在用户那边产生了一些什么效益 所以是对使用情况还有一些产生的效益进行一个统计 那么我们的联系方式也给了大家 如果各位老师有兴趣跟我们联系交流合作的话 欢迎大家邮件或者通过网站上的电话联系我们 然后志老师那我的汇报到这 您看是下面是刘迦老师 对我想就对谢谢刘迦老师 我想我们就也请刘迦老师先就他的层面先进行分享 然后最后我们再一起进行问答 好刘老师 OK好没问题 好 刘老师请开始 可以可以但您可能要全萤幕 像是还没有那个放映模式 好现在大家能看到吗 可以请开始谢谢 好感谢各位专家 下面呢我就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科技技能标识 CSTR 嗯这个管理架构呢 刚才袁老师也介绍过 CSTR整个的标识体系 其实对标的是国际的 Handle的标识体系 和国际的这个应用的服务 所以他从架构上来分到从主管到代理到服务 以及到所有的这个资源机构 做的是一个优质的科学数据的一个标识的管理 这个也是刚才袁老师提到的一个我们的国家的标准 这个国家标准是2016年插布的 也是我们国家在做科学数据 从十二五规划到目前为止的 唯一一个支持科学数据排放共享的一个国家的标准 那么也是在16年插布标准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研制对于这个标识体系 标识服务和标识应用的建立 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注册机构 它的一个代码的一个生成 有非常多的这个内部代码的编码方式 刚才袁老师呢也介绍了 实际在空间数据领域 包括版本号 包括日期 每个包涵 那除了这个科学呢 其实整个的CSTR的编码体系 还支持非常多的以项目的主体 以数据集和数据类型的主体 有多种的一个编码的方式 那前面呢这个CSTR冒号呢 是整个标识服的一个代号 那中间这五位呢 是所有的刚才介绍过的数据机构 数据提供方的一个代码的标识 那中间这两位一一呢 就是数据类型 那数据类型呢 目前来说 我们做的比较多的是科学数据 因为科学数据呢 对于科学家来说 特别科研的产数 它地位可能越来越重要 量体量呢 也逐年地在上涨 所以说呢 我们CSTR的这个国家的战略呢 也是先从科学数据为主 把我们国家第一批的 国家科学数据中心 以及生物种植中心 包括它的仪器设备 包括它的科学数据 甚至包括它的大型的 就是野外的设备 都进行了一个唯一的标识 网络中心呢 作为我们国家科技资源的 三大服务提供商之一 同时呢也是参与到了 我们国家的科技资源标识体系的 架构的建设 应用指南的发布 等等各个方面吧 目前呢 科技资源标识 CSTR服务平台呢 是支持国内外的科学数据的 标识的注册和解析 这是它的一个面面 那我们能看到 其实对于科技资源标识 和其他的标识来说的话 解析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由于我们国家呢 目前能看到国际上 国内外都有非常多的标识的体系 包括DOI 包括Handle 包括我们国家的CSDR 以及刚才介绍到的 领域内的这些标识 那CSDR呢 我们国家在做双标识的 互通解析的一方面呢 也提出了自己的解析的服务 这个页面呢 大家看到的就是 为我们国家科技资源的 科技数据 以及国际的这个 Handle的科技数据 提供的双标识的服务 目前呢 我们有Datapad的这个平台 那Datapad的平台呢 其实是融合了 Handle标识体系 和Size标识体系的一个 一个基层的这样一个服务平台 那同时呢 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个 开源的社区 一地节点的这个标识 给大家提供 这个当你的这个数据 如何自建这个系统 那就是说 Datapad的支持的不仅仅是 大家把所有的数据和原数据 提交到某一个集中的平台 而是大家每一个都是 一个数据的服务机构 每人都有自己的服务的平台 那么在自己的平台里面 对自己的这个科学数据 和科技技术进行管理的同时 也可以进行互通 而不需要把所有的原数据 其中上升到 就是某一个这个科技技术的平台 那基于Datapad的平台呢 其实我们还提供了这种 多维的一个服务 首先呢 就是这个注册解析量的一个统计 那我们也支持这个 单条的在线的注册 批量的注册 以及接口的注册 引用检索查询分析等等 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 整个的科研诚信的规划的时候呢 由于这科研科学数据 作为科学家的一个产出 所以呢 它这个包括我们在做 这个科学数据标识的 这个标识的链 这个链呢 也是在昨天的时候发布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科学数据标识的这个链呢 它其实也是在我们国家 属于第四批的境内 服务的这样一个许可 获得了这样一个备案号 那这条标识的区块链呢 未来我们也是 会往科研诚信 包括 期刊论文以及人员的各个方面的 科研诚信的一个开放的 一个共享的联盟链 这个呢 是昨天在北京召开的这个发布会 大家在这个新闻啊 包括微博社搜的各个方面 就能够看到这样的讯息 再一方面呢 就是提到了这个关联 这个关联 其实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之中呢 其实起步是比较早一些的 那么原来呢 是在做这个知识图表的方面 做了知识文化组 关联的分析 那么基于标识技术呢 我们也提出了这个PID的这个Graph 也就是基于标识的 这个标识的图谱 那目前这个标识的图谱呢 也应用在了我们国家的 野外台站的整个的生态环节和资源里面 对大家的人员 设施 样地台站 以及仪器和最终产生的数据和论文 进行了关联 那么我们从这个网络上就能看得出来 科学数据的产生不是单一节点 和一个团队的一个力量 有可能从它的采集 到它的处理加工汇聚 汇集了各方面的 就是大家的贡献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知识谱文 能够看到这条科学数据 它背后所承载的 有哪些机构 贡献量是什么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为这个野外台站 做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场景的应用 目前呢 我们国家的这个CSTR的标识呢 已经用在了 50多个数据中心 包括我们中科院的 还包括我们高校的 以及农民院所的各个方面 可以说呢 这个CSTR的标识 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的支持之下 未来呢 会朝着非常快速应用的方向去使用 同时呢 我们也是希望呢 能够有机会 和大家共同来探讨 当这个标识存在的时候的 这种科学值得贡献的计算 以及科研诚信的这个评价 以及科学数据的这个质量 开放共享 等多个方面 和大家进行共同的探讨 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 就可以加入到我们 这个CSTR的这个标识体系中 然后去做更多的优质的 科学数据的一个开放的 和共享 以上呢就是我简单的介绍 谢谢 谢谢刘老师 替我们带来的说明 还有袁老师整个对于CSTR的应用 就是刚刚袁老师是着重说 空间中心那边 实际上的一些实作 然后由老师这边 您制作CSTR的本质 跟他的发起等等 做一些比较详细的描述 那我想现在时间就留给 各位看有没有 雨会老师参加人员 对袁老师或刘老师 刚刚的说明分享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疑问的部分 都可以在聊天中提问 好 那在等其他的提问同时 我有分别有一些小问题 也不 对小疑问 想请教两位老师 我想先 呃 先请教 呃 袁老师好 因为袁老师先你教 然后我想请教一下 袁老师在 嗯 空间中心 空间 空间科学数据中心 实际导入的这个流程之中 有没有什么您特别想要分享 给大家的一些 困难或挑战 因为我觉得当然好处 大家我觉得不言而喻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 有没有一两个 尤其是你们现在正在跟 Orchid进行一个 使用公共API对接的部分 然后可能刚刚你有谈到 也有使用DOI等等 不同的标识 这个部分有没有可以提出一两点 让大家可以特别了解的 谢谢 好的 老师 就是刚才您提到 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开展一个跟 Orchid的一个合作 那么现在其实我觉得因为我看一下 我们现在后台提交的数据 因为我们那个Orchid是一个可选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 用户在提交的时候 其实好多都是把可选的字段 就直接跳过去了 就导致其实我们想获取这个 作者Orchid 然后后续的话可能就会做一个 关联的话可能存在一个困难 但是我们又考虑到如果强迫作者 去进行一个B选的话 也在用户友好性方面有一个欠缺 所以这一步的话我们可能后续再进一步 考虑看如何能够让用户更加自愿的 去填写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 好的 谢谢 那我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目前有一些做法 尤其是在数据出版 或者是文章出版的流程之中 现在大部分有的期刊 或者是数据一些数据中心 他们是要求通讯作者 一定要填Orchid ID 对通讯作者Core responding author 对然后其他的共同作者就是Optional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方式 这边通讯作者是强制的 但是其他共同作者就是可以选择性的 可以可以我们也考虑可以考虑 对一个做的就是在强制的来填写 对然后另外我想问一下刘主任刘老师这边 就是你刚刚提到资源标识 科技资源标识这一块 就是想再跟你请教一下 所以这个科技资源标识指设的对象 其实是是是或者物吗 就是不是指研究人员 对吗 他科技资源标识的范围 就是针对刚刚刚看到同影片有提到 就是相关的科技资源或科技设备 或是科研产出 这些就是科技资源标识不CSTR的注册的范畴吗 谢谢 目前来说 现状啊说的话是主要针对科学数据 但是整个的科研生态和科研诚信来说的话 就不排除我们国家也会去做包括人员 包括社区发现等的 其实现在已经有了 就这部分的工作也是在组织的推进 那再请教一下在CSTR的话 在人或者是刚刚讲的机构这一块 你们有特别才有什么标识部吗 还是目前这一块还还没有 还是在比较规划的阶段 嗯还没有一个明确的 了解 谢谢刘老师 好那看看其他老师还有什么特别想提问 然后我也想特别就是做个小结吧 粗浅的做个小结 那我觉得透过今天这个活动 这个希望大家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方法 了解一下永续标识服 然后还有各个不同的应用 那我觉得今天就是我们从一个比较宏观 其实呃刚刚提到了 又是knowledge ID跟ease 你要DO啊这两个大的标识服的发展应用 然后在现在CSTR啊 比较是国家真的是国家层面 然后搭配着实际呃科学 从nssc sorry 我每次都记不起来 从nsc这边实际的应用范例 那我觉得呃很好的原因是以ORKI来讲 ORKI其实是作为全球线组织 可是比较可惜我们在亚洲方面的确 我们的会员相对于欧美没有那么多 然后可能大家的了解不是那么深刻 所以希望透过今天这个活动可以 大家至少在永续标识服可以了解更多 对ORKI甚至对其他DIY或者刚刚提到CSTR 而且也让我知道说在中国其实是百家争民 有蛮多其实呃国家或者是呃领域专注的标识服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让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学习 然后CSTR这一块是要是针对我刚看您的一些分享 像刘老师这边主要是针对农业农林方面的科学数据吗 我刚刚如果没有还是主要还是都有领域方面都有 就是工程或者是农领方面科OK 嗯这样科学人们都有 OK跨领域的体系OK好的 好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与会者有特别有什么疑问吗 那我们再等一分钟看可以讨论一下 或者是如果想问我或者是问刚刚过老师的也可以 也可以提出因为我看黄老师好像有事先离开了 所以我觉得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在我们最后呃结束这个活动之前 因为很难得邀请到这个大家这些老师啊 就有序标师傅做一个分享 好然后我也想跟大家可以就是也一个小知识 所以刚刚提到其实像CSTR 他在编码上面是有反映出某一些程度的关联 比如说这个区段代表是什么意义到什么意义 但像DOI的这个部分的话 大部分DOI的字串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你就看到的确是一个数字组成 因为ORKID来讲也是没有 对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就是一些我觉得可以有趣的地方 就是通常是有序标师傅 可是有不同应用的方法 好那我们再等最后一分钟 看有没有什么针对我或是呃这个活动的疑问 然后今天这个活动的我们这个zoom的连结到时候就是会公开 然后可能同影片的部分也会请各位老师 我这边已经有一份然后也是会上传公开 然后联系方式我想各个同影片都有 然后明年的皮特帕路撒不知道会实体还是线上 我不知道对但是无论如何通常通常都会举行在欧洲 对好像过往都是在欧洲居多 看明年的状况 好的那我想谢谢今天各位的参加 然后呃我想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再联系我 对或联系相关有呃今天的讲者 那好 那对我同事出现 好那呃各位可以自由离开这个会议 然后最后我要来结束录制了 好我现在结束录制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再见